大家好,我是台大印第所一年級的學生,我叫李鴻偉 同時也是第三屆世界公民島瑞士旅行家 大家有聽過世界公民島嗎? 如果沒有,可以你還問我 首先,我的題目是一開始,我是寫《怪於旅行》 其實是從一個我很喜歡的作家,就是純粱純粱,連鞋 就是關於跑步,我要說的其實是 然後關於旅行我要說的,我等一下在 我介紹完大概介紹完旅行之後,我會再跟大家講一些 除了旅行以外,我感受到的東西 然後,我旅行,我覺得 我自己出去玩,如果要從最小的年紀開始,應該是從 我小五的時候,因為我是平東人,然後我自己跑台北玩 我跟我同學兩個人 然後,正式的長期一點旅行,就是高中的時候的腳踏車環島吧 然後,接下來大家小小的就是國內外的旅行 那,過來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去交換這半年 然後,如果是從 我交換開始算的話,那就是 這趟旅程是半年 那,其中有一趟旅行是長達一個 半月多的 我在浙江大學交換 然後,然後我就沿著 就是沿著,就先從浙江 然後到重慶成都 然後到西安之後,又沿著古斯路 然後一直往西走 然後,往北那一段就是 原本的北,就是北斯路,然後跟南斯路 然後走到就是最底端 就是中國斯路的最底端 就在塔斯庫爾桿 然後,那 呃,這個啟程最開始是從 哈爾冰開始 那,因為我沒有看過雪 就是在這之前 其實我沒有看過雪 然後,一直到哈爾冰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那個溫度 我坐飛機下去大概零下十三度吧 那是我那,我這段旅程 就是在哈爾冰的時候最熱的時候了 就沒有太平坦更熱,溫度更高的時候了 就是大概零下十幾度 然後,這我在松滑江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呃,就是等一下我會開 就是 呃,就是邊介紹內容 然後再邊講 心得這樣 然後 那 還有,就是 我同學,因為我在哈爾冰的同學 然後他就帶我去爬山 然後那時候在零下快三十度吧 然後去爬山 完全快死掉 因為那時候其實重便沒有很夠 然後因為溫度很低嘛 所以說就是 就是你爬山的時候會流汗 然後如果風灌進來的話 就是汗會在體內結冰 然後 其實那時候其實蠻痛苦的 不過就是 那時候景色很漂亮 就是 對我 一開始對我也沒有看過雪 然後 就一直看到雪就是那個多雪 然後 而且這雪很深 然後 然後 最後在幾趟的小 最後我就回杭州了嘛 然後 在 四月的時候 然後就規劃了一趟 就是圍棋一個多月 的旅行 然後從杭州出發 然後這是我的其中一站 這是在湖南長沙 六個小時的車程的 鳳凰湖城 然後 他是一個 有點像 小型的水都 這是他的 就是有點像 運 主要的運河的地方 然後 再來就是其中有一趟是 我去黃山 然後 那個 就是大家說 五月歸來不看山 黃山歸來不看月 然後我去完黃山之後我就 非常 深刻的體溫為什麼這句話呢 因為我在爬一隻黃山之後就不想再爬其他山了 因為真的超累 我爬了十二個小時 天天晚上十二個小時超累 然後 過來就是 我覺得在 旅行當中 一路上 最有趣的是你遇見 各種東西 好的事情也好 不好的事情也好 然後有趣的人 然後無聊的事情 然後各種 各種不一樣的文化什麼的 像這一個是我在西林 就是在青海 青海省的省會附近 然後 這是 馬尼堆的一個 旗幟 馬尼堆就是 藏傳佛教他們 會在每個地方安置一個 祈福的 一個 算是 就是祈福的地方 這樣子用石頭堆的 然後這是 馬尼堆 的一個旗幟 然後 後來 我在青海的時候 我在這個人家裡住了 就是一個晚上 然後 他們 因為我們提早到他們那裡 然後就幫他們牧羊啊 之類的 就是他們家要養牦牛 然後還有養很多羊 然後 因為我提早到 所以我就先去 先去那個山上 然後 去幫他們 這是那個 就是老闆娘 然後 他在找冬頭下草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 另外一個我的旅伴一起去 跟他找冬頭下草 然後因為在這個地方海拔門高的大概三千多公尺 接近四千 然後就是 其實我大概走一走我就 快不行了 就是因為 就是 海拔太高了 然後 然後就很佩服他們還可以在這邊找冬頭下草 我跟我另外朋友就是在那邊找 就同一個區域喔 大概找了 半個小時吧 然後什麼都沒找到 然後他走過來就看到 好厲害 這真的超難找的 然後 這是我們 這是我那個 就是旅伴 他是之前 在西藏 當人民解放軍 然後就退役了 然後就在到處旅行 然後就遇到他 然後 這是我們在趕牧牛的時候的那個情景 然後 還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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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旅餐也遇到很多 就是幫助我們的人 然後 這其中是 這其中是一個我們 去張藝 就是看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然後那地方 就是很乾 然後 然後 就是 卡卡爾他們就是帶我們進去走這個 很特殊的地形 不然就是 裡面其實還蠻危險的 因為我 身上的水其實帶不太夠 然後 我也想說帶一些 帶大概兩大罐水就夠了吧 可是其實我大概出發到一半熟水就可以喝完了 然後就是有另外一個人送過來給我們 然後 再來就是酒在溝 就是這是我其中一段 就是 遇見 除了遇見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之外 還有就是各式各樣的美景嘛 那 再來就是 冒險 這是 喀什 喀什是 新疆 呃 東部的 西部的最大的一個城市 然後我在 烏魯木齊的時候 就大家 每個漢人都叫我說不要去喀什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新聞 就是很多的什麼 維吾爾族砍人啊什麼的 就在這個附近 就是我去喀什之前 塔王也才剛 就 就剛好死了三個漢人吧 就是被維吾爾族砍死 然後 大家也都 就叫我不要往這地方繼續過去 然後可是 我到喀什之後 才 真正知道什麼是 就真正體會到真正維吾爾族文化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另外一段是 我在北江 就是北施路的頂點的地方 就是接近俄羅斯 然後 因為 因為有一個路塌掉 所以我們 要從和睦 到喀什 那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徒步 第二個就是 騎馬 因為這個地方沒有路 就是這裡 沒有路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呃 原本 原本 想說不知道怎麼辦 想說應該直接回去好了 然後最後 討論的結果就是 跟著我們跟當地的馬夫租馬 然後我們就 騎馬過去 然後 其實騎馬一開始看起來非常有趣 我們一開始騎了前一個小時超興奮的 然後就一直拍照啊幹嘛幹嘛 然後第二小時之後就感受不了了 然後就 因為騎馬後來真的超級不舒服 然後 到 我們前前後後 因為那個是三天的路程 然後我們騎馬一天要把它騎完 因為我們不能過夜 因為 山上那邊有雪嘛 所以我們不能過夜 然後我們騎了12小時 然後 就是 痛苦了11個小時 然後 然後這個是 我們在這段路程中其中一段 這段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這段很深的積雪 然後 我拍這樣子 其實 就是這是我的 就是 同伴 然後他的馬就是陷到雪裡面 然後 這不是我現在樂迫不去 不去幫忙他 是因為我的馬也陷在雪裡面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我們只能等馬夫一個一個來救我們 因為那雪就很深 就是你們看到 就是淹到馬的肚子 就是那時候馬就拉不起來 然後 就是其中一個蠻有趣的地方 然後這是 這是我在 到塔斯庫的剛才 這是世界第二高峰 然後 然後那天晚上我就住在這個 山腳下 然後 再到這山腳下 因為 我在旅行的時候 我的一個目標是 我希望我用最少的錢 然後能夠到最遠的地方 然後 那 我只有整錢的方式是 就是 除了住輕旅以外 還有就是 達便車 就在路子邊攔 攔車這樣子 那 在 到之前 就是都運氣都蠻好的 大概半個小時內 一定攔到車可以走 然後去塔斯庫有關之前 我大概攔一個多小時 然後那時候很熱 就是在山下很熱 大概都快40度 然後攔 攔了快一個多小時 然後攔到一個 就是貨車 是那個就是 前面有那個 就是 正門吊貨那個車子 然後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人 就是擠在他的那個駕駛艙 就是在開那個 起動機的那個 駕駛艙 然後坐了好一陣子 他們覺得看不下去了 覺得我們應該會只在後面 然後就讓我們去坐前面這樣 然後最後過了很久 然後到了塔斯庫有關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就看到 最令我震撼的是各式各樣 不同民族的文化吧 像這個是 伊茲蘭的清真寺 之類的 然後還有 就是在喀什 這是喀什的夜市 然後就是在 澳門的 就是 他們殖民地留下來的 遺跡 那 在最後就是 我們在新疆的一個親旅 然後 我們要走之前 我們在畫了一個台灣 然後把自己 飄 就是看 我是從屏東來的嗎 我就要把自己飄 寫 炸雞的名字 然後 然後那是我自己寫的字 那 呃 我覺得在那旅行當中 就是陌生的 環境讓我重新認識了 我自己台灣的文化 然後讓我更了解台灣文化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我在旅行中遇見很多人 就是以色列人啊 然後 然後 葡萄牙人 然後 巴西人等等 然後美國人 然後 你要 你會 試著 想辦法去介紹你自己的文化 然後 讓他們更了解 那這同時呢 我也更了解我自己 出身的地方 我成長的地方 那 我想就是最後關於旅行 我就要說 就是 我們有能力出去旅行 然後 呃 就是 等於是我們 從 我們出身的地方 獲得到很多東西 那 我覺得 呃 我們也要 從這旅行回來的經驗 然後 能夠 就是回饋給我們出身的地方 就是 我們的國家 這樣子 謝謝